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妮 今天是我的影片第一次有真人來賓 歡迎我們的來賓 嗨大家好,我是歐貝莉 今天會邀請歐貝莉來就是因為 我是一個剛戴牙套兩個月的新手 剛好歐貝莉她戴牙套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 所以她就是一個資深的牙套矯正者 所以我就有一些問題想要問她 然後她就人很好地答應了這個邀約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來拍這個影片 然後想說大家可能也會對於這方面的問題有好奇 在拍這支影片之前我就是很突發奇想要問她說 欸我可以看你包包裡面有沒有牙刷或是什麼牙套的工具嗎 結果我們來看看 我先分享我的好了 我平常目前帶出門我一定會帶就是一整組的牙刷跟 超認真的 就是我帶了兩支牙刷 其實不需要到底兩支 但我就是很害怕 它有什麼不一樣 它一支 讓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兩支牙刷看起來一樣 但其實不一樣 因為這一支是中間是凹下去的 然後這一支是中間是凸出來的 所以這一支就是可以刷到矯正器本人 因為矯正器是凸出來的嘛 所以用凹的就可以刷到它 然後這個就可以刷到矯正器之外的牙齒 這樣才不會蛀牙 對所以我就是會用這兩支刷牙 只要我在外面有吃完東西 我覺得立刻衝去廁所做這件事情 超認真 我之前是這樣 對你剛開始 對然後牙膏一定要有嘛 然後我還有帶了軟蠟 就是如果被磨到嘴巴就可以用 我另外還會帶一盒這個盒子 然後它裡面是有牙尖刷跟牙線 就是對這就是我的給西裝備 就是我無論換哪一個包包 我都會把這些丟進包包裡帶出門 超認真的 所以我們 補妝一般的存在 嗯 對然後那請歐貝利分享它的 我的包包裡面 所以我要給你看我全部的嗎 還是 你拿你牙套相關的就好了 我牙套相關 反正沒有耶 就只有這個 這應該是唯一跟牙齒有關的 這個是那個 就是它是它的 嗯 口氣清 清新的那種噴霧 它就可以直接噴在嘴巴 就不會有口氣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我好像也可以 就是覺得是一個好物 我應該也去買 我都會買一兩個盆著 用 因為這個用蠻快的 嗯 就可以噴在牙套 然後噴在舌頭的地方 往裡面噴這樣 但是我其他的東西都沒有 因為我只有出來一下 我就想說 嗯 我早上刷過 然後中午吃完飯刷過 然後接下來就是晚餐時間 我一天只會刷三次 然後所以我其他的時間 吃東西我就沒有在刷 然後就沒有帶那些 牙肩刷什麼的 嗯 所以這就是新手跟 已經戴了三年的差別 我們就來進入正題 首先第一題 我很想要問 就是在整個戴牙套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時期 是特別 難熬 不舒服的 我會問這個是因為 醫生上次回診跟我說 我要戴骨丁 然後我就覺得 好恐怖喔 那你有什麼是比較害怕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就是戴骨丁 就是磚骨丁之前 然後還有拔牙之前 其實不是當下覺得很害怕 覺得很難熬 是因為你在那個之前 你會沒有遇過 你就會很害怕 想說會不會很痛 或者是會不會流很多血之類的 我真的當下那個時候 醫生跟我講說要下 他就說 下次回診裝骨丁的時候 我真的有種被宣判死刑的感覺 但是你到那個 診療體上面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算了 都已經來了 都已經呆了 那時候就覺得還好 所以就是你現在這個時候 才會最難熬 那其他的療程 我戴這麼久 就覺得其他都還好 所以都是自己嚇自己 對 沒錯 而且我還看到 你有打人中骨丁 對對對 我這邊和下巴都有打 但現在都拆掉了 現在就覺得解脫了 那你有遇過骨丁發炎嗎 有有有 就是兩邊的肉 如果你沒有清潔乾淨的話 因為刷牙很難刷到後面 如果沒有清潔乾淨的話 加上你的免疫系統 如果沒有很好 的話他就容易發炎 然後發炎的話 就要趕快回去找醫生 嗯 好 我覺得聽起來好像沒有那麼可怕 對 真的沒有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我要問的 我覺得也是很多剛戴牙套的人想要問的 就是 酸痛這件事情會一直持續嗎 還是他大概到什麼時候就會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我先說我的狀況 因為我現在是剛戴兩個多月 然後我每一次被醫生調完線之後 我都覺得超級酸 就是酸到我完全不會想要吃東西的程度 因為我就會覺得 真的 我只要一咬我就會覺得 很痛 對 或者是根本咬不下去 然後我最近吃沙拉我就會覺得 真的咬不動 或是你要咬你就要付出很痛的代價 對對對 就是你會真的酸到很不舒服 所以我每次回診都跟醫生說 醫生我覺得我好像差不多要適應 我又剛好又來回診 所以又被拉緊 對 然後又痠 對 所以我就想要問說 就是你現在吃東西還是會酸痛嗎 或是這件事情持續到你 整個腳症的什麼時候 我覺得大部分是在半年左右 因為半年你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就會覺得已經這個痛還好 已經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所以他不是不痛是習慣 嗯 是 我現在是沒有什麼痛啦 因為可能在療程的 每個步驟不太一樣 嗯 所以到後面醫生 你可能也不會要一直拉你的那個牙齒 嗯 對 所以我覺得一部分是習慣 一部分是時間到了半年左右 療程不一樣 就沒有那麼痛了 嗯 有 因為我後來就是很酸痛的時候 我都會說服自己說 酸痛是代表你的牙齒在移動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好好 至少還有在移動 但是至少你這樣講 我就是覺得有好一點 嗯我想要問你 戴牙套這期間有後悔過嗎 我沒有耶 可是好像有一些人他們會覺得好痛苦 我幹嘛花錢受罪 真的 但我自己是覺得每一次看照片 就是自己去比對之前 然後就覺得差很多 然後就會覺得這個錢有花的值得 嗯 有我也是就是每次覺得很酸痛很不舒服的時候 我都會看一下以前的照片 然後跟自己說你要變美了 對 就是一個心理勝利法 對對對 然後就會再持續下去 再來就是我自己很好奇 就是因為很多人說戴牙套前跟戴牙套後 改變會超級大 所以想說分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戴牙套前跟戴牙套後 我覺得戴牙套差最多的地方 真的就是外型 因為我之前我是爆牙嘛 所以我這邊之前就很凸 雖然我沒有很多那種側面的照片 可是我回去比對真的會覺得 這邊爆牙的地方都進去了 所以會變成它是這樣子的形狀 所以你就會覺得鼻子變得比較挺 然後下巴變得比較長了 對 然後所以外型的地方 每次很多人沒有見到我就會說 你是不是變瘦了 但其實我已經胖了五公斤 但我覺得這些就是動力 因為我也是最近大家就會看到說 你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眼型不一樣 或是笑起來感覺不一樣 然後因為像我現在就是 應該這樣可以看 我就是還沒有辦法一直線 就是我嘴巴還是會阻礙的 但是Obelly就是已經是 完美的側面線條 我今天就是上車 因為你開車嘛 然後上車我就一直看你的側面 然後我就覺得很美 然後就一直就是覺得說 哇好美喔 這個側面 所以就更有動力對不對 對 真的 那最後我就想要請Obelly 給牙套新手們一些建議 就是要讓我們怎麼度過這慢慢長的 一年半跟兩年 我覺得就是要相信你的醫生 因為你之前已經選好這個醫生 所以你就是有什麼問題就問他 然後如果你就覺得有點猶豫的話 就是還是要繼續相信 因為你不可能再拆掉 然後去給別的醫生弄 所以就是要相信他 我覺得相信醫生真的很重要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你有任何的問題 與其問朋友或是戴過牙套的人 還不如問你的醫生 因為那一定是最準的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很認真分享 牙套新手跟厲害已經快要拆的 快拆了 對 恭喜你 的心得分享 那我們還會錄另外一個 也跟牙套主題有關的影片 是講 智所式跟 傳統的 牙套差別 如果你對這個影片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去看Obelly的影片哦 然後也不要忘記訂閱Obelly的頻道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啦 掰掰 到這邊 有些人 會有聽到嗎 有些人會召集的 覺得有不能 有在一起 的 會有 很討厭 會有 沒 我們 我們 順有